東光路32巷口袋公園終於開始整地 長期爭取規劃公園的司議員何淑平 爭取到六百多萬元預算 希望打造簡易綠美化公園 這個32巷的這個公園 是淑平在104年3月18號 跟林佑昌市長所爭取的 那因為當時這個 這塊地上面有地上物 然後這個陳豬人跟 還有到108年才到期 所以說然後之後108年到期之後 又跟市政府有訴訟 所以說整個期間就是 到了這個110年 這個才編列預算 那編列645萬的預算 那從一開始就是說 先遷移這個電線桿 那第二階段就是上網八包 那第三階段就是現在在施工 那現在他預計的工期 是從這個2月8號到4月底 那可是他有一點delay 就是說他那個台電的部分 因為淑平又爭取了200多萬的這個 電線電纜地下化 那現在就是說我會請這個杜發處 要跟台電就是追那個工期喔 不要讓這個工期延宕太久 還有下水稻科的一個冷孔蓋 也要往上提升 然後讓我們整個的這個公園呢 比較平整 東安公園去年底發包 先拆除佔用的鐵棚 外手進出整地 市議員何淑平關心工程進度 邀集了讀發處離長到場 因為現在的這個工程都是參與式的 像這個一起的工程也是之前 有在這個李明慧堂有做這個參與式的一個工廳會 那現在一起先完成之後 我們會二期的工程要開始之前 我也會邀集我們地方的士生 跟地方的居民一起來 看我們的需求什麼 看像老人有英法族的一個健身器材 或者是小朋友的一個沙坑 或者是青少年的一個溜花板的地方 這個大家都可以提供意見 然後再把我們會在這個工程施作的時候 爬那路考慮 目前東光公園的進度有稍微落後 主要是因為台電這一個電感遷移 還有那個地下化作業 有那個部分要施作 那他們最近已經取得路證了 那之後市府會跟台電在密切的聯繫 把這個工程進度把它追上去 早日讓公園盡早完工 是這樣子這塊公園預定地 在早期還沒有開發的之後 是作為某些特定人的佔用場所 包含了停車或是說放一些設備跟機具 那現在透過譯作來這邊幫我們改善了之後 當地的民眾是非常開心的 終於有一個休閒油氣的好地方 除此之外也希望說能夠兼顧到地方居民的需求 跟使用習慣來增設停車格 那當地大多數的民眾呢 是希望這個停車格未來 是不是可以經由公聽會來整合更多的民意 可以看是收費呢 還是月租等等的不同的方案 可以避免佔用的行為再度發生 大車換小車小車換大車 或是兩車互換的這個這個這個現狀 東方公園右方錦鳴新一國中 將以校園為核心來穿接 讓環境更好 而民眾關心的路邊停車格 都會一併考量進去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對